今天非常的开心 我们可以邀请到 大树下音乐工作坊的创办人 张碧荣女士 来到我们的现场 接受我们的专访 老师你好 你好 老师 就是大树下 它的一个历史 其实已经有34年了 那一切都要回到 我们的这个加东树下 然后老师有这样子的一个音缘 走上音乐 这些音缘 这条路对不对 对 跟我们说一下 分享一下 实际上在大树下 在我留学回来 我去奥地利 去德国留学回来之后 创立的一个最早的起步点 就是在这一个加东树下面 那这一个加东树下面 我在那边成长的 所以我有很好的记忆 在下面奔跑 在下面荡秋千 然后在那边跟同才 有一些小秘密 那非常的快乐 当然也在那边 被那个毛毛虫摇到 这样子 那个记忆也很深刻 那我就想说 我的学生 我希望他们 在学习音乐的过程里面 也有这样的快乐 这样的欢喜 所以我就把这个机构 取名叫大树下 音乐工作坊 老师的这个体系 当时到国外去 然后带回来的是 奥福的这个系统 对吗 对 然后他跟当时的一些 其他的一个系统不大一样 然后其实还蛮受欢迎的 是 现在在房间里面 奥福教学已经变成 在幼儿园必备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当初去学的时候 是因为这一个教学法里面 它有我喜欢的三大元素 一个是舞蹈 一个是音乐 一个是儿童 因为儿童我在大学 我是东海童军团 专门带幼童军的 所以呢 我在跟幼童军接触的过程里面呢 我有很大的喜悦 很想为他们多做一点什么 那刚好我从小又学音乐 又学舞蹈 我自己本人又是音乐端出身的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怎么那么好 有一种行业是可以把三种 我喜欢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那在奥地利莫扎特音乐院 这个奥福研究院里面呢 有很好的老师 他里面呢 就是包括你不只是音乐方面的东西 包括儿童的心理学啊什么 他都会有这样子的课程 然后比较重要的是他的结合性 比如说你不是只是纯粹音乐 你不是只是纯粹舞蹈 你不是歌唱 你还有戏剧的成分在里面 你还有艺术的成分在里面 但重要是更多的即兴创作在里面 那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一个能量 就是在等于是在帮我们的音乐的路途里面 添加很多很多不同的能量 那不是只是单一个项底而已 所以他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 另外就是奥福教学 他是非常重视本土的 他不是说我做一套教材出来 这首歌就是要这样教 那首舞就是要这样跳 不是 他是真的是希望你用你自己的文化 来喂养你自己的小孩 然后让他们成长在你们自己的文化里面 所以在我们的教材里面 我们常会有一些儿歌出现 台湾的童谣出现 譬如说最近要过年了 农历年了 读家读 读家读家读家读地家 台虎台虎人家语 譬如像这样的念谣 很热闹的节庆欢喜的 还有像那个孤娃典 我们我们元宵节 孤娃典孤娃典 这种东西 这个都不是奥福学院教学的时候 那个老师教出来的歌 那是属于我们自己本土文化 他教我们是一个方式 一个approach 一个教育的方式 那我们就要回到我们自己本身的文化 来放在我们自己的教材里面 怎么样用这个approach 把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念谣 那些文化素材 教给小朋友 OK 老师我可以拿其中的一个 因为您本身是主修 木笛 主修木笛 那我现在拿一下这个 这个我很熟悉 这个是我国小的时候 我有吹过 对对这个叫做木笛 因为它是屋头做的 但是我们这边 有把它称为直笛 就是我们国小的小朋友 正在吹奏的直笛 那这个直笛呢 它是一个家族性的乐器 这是高音直笛而已 所以你可以看高音直笛往上哦 你可以看到这个往上更小吃的 它有超高音笛跟最短笛 那另外往下它还有中音笛 次中音笛跟低音笛 是 然后低音笛往下 它还有三把 越来越长越来越高 站立起来就是越来越长这样子的 那它的音笛是最近人生的 那这些这个我们一般人拿到直笛都会说 啊这不是幼稚园小朋友他们在吹的玩具吗 其实不是 它的发源很少了 它是比钢琴小提琴还要找 甚至比大剑琴还要找的一个乐器 那这个乐器呢 它的以家族的形态来呈现的话 会发展孩子的不只独奏的能力 还有合奏的能力 耳朵的训练也是很好 老师它跟我们一般所熟知的 比如说你学提琴 然后你选了大提琴 那你就是一直演奏这个乐器 但是我们如果学了这个木笛 然后他要学两套执法 然后在乐团当中 他是透过抽签的这个方式 决定你这一场是要担任什么样的 因为我的小朋友从4岁 就一直跟着我一直到18岁 我们大树下的课程里面 他有一套这样很完整的体系 那我们大概在进阶班完以后 我们就会选择木笛乐团 那木笛乐团里面呢 他学两套执法 一个就是高音笛的执法 一个是中音笛的执法 高音笛执法 我们叫他C把位执法 最低的就是C 中音笛这个 我中生在用的就是F把位 最低就是F 那你这两套学会了以后 不是说我就一直吹高音笛 我就一直吹中音笛 而是说你会在合奏里面 这个乐曲有四声部 好 那我们就来做签 谁是吹第一步 或许我们有八个人 或者十个人或二十个人 那我们低音笛需要几把 中音笛需要几把 那在我的乐团里面 我们是用抽的 因为每一个人四把都一定要会 而且在我们的大树像目的乐团里面 孩子都必须具备从高音笛 中音笛次中到低音笛四把 是 往下的是教师这边供应 往上他偶尔才会用到 是不需要的 所以这四把笛子每人都有 每人都会 所以他抽签的时候抽到哪一个 他就吹哪一个 OK 然后他就不会每次都固定在同一个 这样子 老师那这边可以让我们听一下 木头的音色吗 可以啊 谢谢老师 老师其实这边有一个有造型的 这个是小朋友可以摸的东西 对不对 是是是 这边的乐器呢 都是我们在儿童 儿童音乐的课程 或亲子课程里面 我们所使用的乐器 那譬如说这一个 这个它就是刮壶跟 木鱼结合的 好好听的声音哦 老师 对 很厚哦 然后这些乐器呢 小时候是教材 就是孩子在上课的时候 我们老师会用到 有木头类的啊 有金属类的啊 有皮革类的啊 是 那还有一个我们手骨类 手骨 这也是很常用的 是 好 那可是到长大还是长大的时候 他们进入乐团 或者他们学钢琴 或者他学小提琴 他学了很多的乐曲 有古典有现代 是 反而变成这些东西 是变成他们即兴创作的 一个乐器 那他们就把它拿来当配奏 把它拿来当成爵士乐的 或者是嘉年华会的一个节奏乐器 然后来跟自己所演奏的 主旋律乐曲来配奏 嗯 那有很多小朋友很喜欢这样子 因为他 那有听过感觉 他不一定一定要用钢琴伴奏 嗯 老师你这样子跟我说的那个概念 就好像说我们的那个天王歌手周杰伦 他其实也是 正式这样的一个音乐科班出身 可是他去走创作的路线 然后走流行的这个路线 对你们来说 其实音乐本身 他就是生活 是是是 所以我最常讲的一句话 就是音乐生活家 生活音乐家 当你小时候给他养成这样子的音乐肝 他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走音乐这条路 但是你看像周杰伦 他虽然没有走音乐班这条路 可是你看他现在已经是音乐界的天王吧 是 所以路径入境 我们说的入境 他是很 很一样 但是出口 却是不一样哦 他有各种各种的发展 对 嗯 好 老师其实啊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您对于大树下音乐工作方的一个短中长期计划吗 对 初期的时候 我们在创立大树下音乐工作方的时候 因为有很多爱心在里面 包括我们的乐器啊 我们的场地都是人家赞助支援的 是 那我们再慢慢还人家这些钱 OK 那这些东西都 这些这份的爱心 他让大树下能够立足 嗯 然后能够开始起来 嗯 用一个礼拜 当时三十年前 三十几年前 一个礼拜一班课的速度成长 是 还有今天 是 那所以我们秉持的这一份 大家对大树下的爱 嗯 所以我们在 短期的发展上面 希望他能够立足脚步 因为我们现在在世代交替 我所教出来的学生 已经回来执掌大树下了 嗯 那 呃 不只行政方面的执掌 在教学上面 也都是我的学生回来授课 嗯 那大树下已经变成一个平台 嗯 一个 大家可以从这边立足起步 然后发展的一个平台 是 他或许一直留在大树下任教 他或许 在这边 踏完脚步以后出去自己设立 这个都没有关系 但是他已经立足了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嗯 这是这是我们 接下来短期要达成的 那希望他立足的更稳 嗯 利用现在世代媒体 大家都在走媒体 推播这条路上 那以前我们是靠口碑 嗯 现在我们必须要靠 到网络的的的的散播 嗯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再把大树下再推推出去一点 是 这是我们的的短期 那中期的话 我们希望能够跟企业界做一些结合 然后希望能够呃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了 譬如说我们跟陆府建设已经开始有课程的结合 然后我们跟一些剧团真的有剧团 然后我们也在他们演出节目里面 那也参与各个图书馆博物馆 譬如说我们去台南历史博物馆 那有参与他们的演出 是 那我们也曾经在美术馆有演出 嗯 那希望透过这样跟各个业界的的结合 嗯 然后我们再把我们对音乐的喜爱 嗯 还有音乐里面对人格养成教育这个区块 是 利用这样再散播出去 嗯 这是我们的呃 中期 那还中期还有一个目标 是 就是我们希望做公益 嗯 那希望跟企业界结合 嗯 那拥有他们的的的支持 然后我们散播更多这种音乐的快乐 跟音乐的学习 嗯 到呃各个呃低收入户 或者是说偏向 或者是走更深渊一点 有需要我们的地方 是 嗯 那长期的 呃我个那是我个人的想法 我希望成立一个 一个基金会让大树下永续经营下去 嗯 那大树下如果永续经营下去 这个基金会就会一直成长 是 那当然做的大概都是希望能够 让刚起步的音乐家有一个踏垫脚石 有一个踏上去舞台的机会 嗯 所以会希望帮刚回国或者刚毕业的的音乐家们 小小音乐家大大音乐家都可以 嗯 帮他们做一个舞台的呈现 嗯 让他们有这个有这个心力 其实政府现在已经有在做 那我们只尽一己之力 那可能我们会把把把目标稍微放的没有政府那么大 政府是补助所有的那个那个自由创作者或者演出者 嗯 那我们希望帮刚回国的年轻人或者刚毕业年轻人 让他们在第一场有一个很美好的一个音乐会 或者是一个活动 嗯 讲座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另外我们也希望赞助一些在学习上有困难 在音乐学习上有困难 或者在其他学习上有困难的孩子 嗯 来做一些补助啊 赞助的活动 嗯 那更重要的是希望做推广 嗯 音乐的推广 是 嗯 尤其是亲子音乐 还有长青 长青组的音乐的推广 嗯 这是我们现在想做的 嗯 啊 老师走音乐这一条路 然后 呃 毕竟呃要去推广 其实他是有这样的一个 嗯 机构啊 组织啊 企业啊 所以你呃 发展了这样的一个音乐教室 嗯 其实你有这个机会可以再开更多间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有很多人他希望这样 可是你一直秉持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对 我的想法是说 因为我们的音乐教室 它不是速食品 嗯 不是说 我我把那些 那个过程都写的清清楚 除了SOP的过程清清楚楚 他就会做出一样的味道出来 那我一直认为 教育是人跟人之间接触很直接的一个 一个行为 嗯 所以呢 我对于我们教出来孩子都有一份责任 嗯 所以我不太愿意像速食品一样的去看去开各个分店 但是我们自己即便是不想这样 可是在自然的状况之下 我们其实有一些合作机构 是 譬如说像曾善美幼儿园 那像呃台中新竹道合的实验学校 风筑脚实验学校 这个我们都有合作 嗯 那这些都是我们 自己本身呃 培训出来的老师 包括是我的学生们 是 他们下手去辅导 嗯 那因为他们对大树下的理念很清楚 嗯 是人跟人之间一个很重要的尊重 跟很重要的一个关怀 嗯 之下去做这个自然健康快乐的一个教学体系 嗯 对 是我们认为说我们可以预期这样的老师 他所教出来的孩子 那他是我们比较有负任可以承担他的成长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为什么不愿意开分店的原因 嗯 那说不愿意开分店其实有分店啦 只是说不是像这样子一直推波到各地去这样 嗯 就是因为这个责任的关系 嗯 我认为孩子他是真的是很值得我们关注跟关怀 是 所以要需要投注很多的用心 老师不过随着这个时代的一个变迁啊 有一些课程啊 你也开放让更多人以前可能在以前的环境他没有办法学音乐 可现在就算是很多家长他希望有一个 单堂的体验你都已经有把这样的课程推出了 是是是是我们我们除了正常的从4岁一直往上到18岁的课程以外 我们还有推出单堂的树东历险记 那树东历险记里面这个单堂课程 他其实是小孩子放电课程 也是家长的放松课程 是 那有时候是亲子的有时候只有孩子 那家长就会说他是放电课程 那这样我们这样的课程我们推出来也很受欢迎 那另外不只是这样的单堂对针对小孩子跟亲子的 我们也有针对成年人的 对那以前呢我们很多人都吹吹直笛 然后等到长大的直笛都一直封存在橱柜里面的 或者是比较好的木笛都放在那个房朝乡里面 那现在我们就呼唤那些木笛们出来玩吧 赶快出来一起再来合奏 再回来享受那合奏的快乐 所以我们也推出了木笛同乐会 大树像木笛同乐会 一个月一次请一些台湾有名的木笛界的大师们来授课 然后让那些喜欢木笛 但是很久没碰木笛了 然后可以回来回味一下 所以我们就呼唤那些木笛都出来玩吧 是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 我们可以邀请到大树下音乐工作坊的创办人张碧荣女士 来到我们现场接受我们的专访 然后跟我们分享那么多 就是其实老师的学生小到四岁 大到八十岁八十五岁都有 然后大家都可以真正的去享受这个音乐 带给我们的这个快乐 那种单纯的快乐 然后还有就是人格的这个投养 但是这一切都是要我们真正去接触这些乐器 然后尤其是木笛它带来的那样子一个木头的一个温暖的音色 又是一个家族的一个系列的一个 可以让我们不是固定吹奏哪一个 它可以去做变换 其实真的是带给我们非常大的这个启发 再次谢谢老师接受我们的专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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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